站在美国国旗前 跟我国驻荷兰代表陈欣欣一起拍照的 将是美国驻荷兰大使胡克斯特拉 两人开心会谈 驻荷兰代表处更贴文 台美官员来往不再绑手绑脚 而且就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8号宣布解除对台交流限制后 双方进一步接触 另外驻美代表萧美琴 跟美国国务院政军局驻卿库克尔 也在台湾时间12号凌晨12点半 一起在国务院见面 国务院主动证实行程 不过并未透露谈话内容 倒是未来几天 台美将进一步戳商解禁的相关规范 那等美国政府正式的人员来谈 谈出互动的准则跟细节之后 那我认为这个才是扎实 对台湾有利的做法 相信拜登政府对于这个解除的禁令 大方向我认为不会改变 台湾有机会在双向元再度升旗吗 可能是磋商的重点 另外部长层级以上的官员 也有可能进入华府败会 甚至双方军事交流 都有机会争取进一步升级或台面化 这个除了感谢美国政府 美国这个蓬佩奥政府 以及这个蓬佩奥国务卿 他做这样的一个表述 放宽所有的取消所有的限制之外 我国会持续的以务实 以及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来持续推动对外关系 以及台美的关系 由于这是跨政权的事务协商 外界预估台美互动持续加温 渴望双边交流会越来越紧密 3D新闻李维亭 陈亚豪台北双方导